治大国若捧小鲜,道德经如实说 我们一提到治国啊 大多数都是老百姓 好像感觉没有抓手 是一个很宏大 不像古代那样 你读书人 是最高位的 从这开始 然后走仕途 就是治国了 治理一方 那么现在人怎么治国呢 其实开篇我们说的 这个治国啊 首先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 那你又信口自皇了 越在上位 高位玩得转的人 越轻松 他是有个前提的 他在玩得转 你这个功夫就很难 来修 来练 来磨 因为本领大的人 他可以放权的 把下面的人安排得很好 然后他自己轻松自外 当然他也不能闲的 那当然不是最闲的人 你闲你可以休闲 你可以自不自 自愿 不施进分 那么普通人 我们治不了大的国 那国之下有帮啊 有帮国 可以治一个小的国 你看国外 有的 在某个国家里 就有一个小的地盘 出来个皇帝 自立为王 就十几个人 就成一个国家 很奇怪 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笑话 我们不能认为 至少中国人 不认为这就是个国家 你好像是一个土皇帝 那即便是如此 也是象征的一个皇帝 也要治好啊 那么 除了这些 我们 至少治不了国 要有治国 中国心 现在不是讲究这个 你出了国门 你就是中国人 出了家门 那你就是某一个姓氏的 这一家的人的代表 你至少是有这个心的 向往从高大上 美好 天下太平 风调雨顺 你连心都没有 那你 世世代代 你也治不了 你也成就不了 尤其中国人呢 男人 每一个人 都想当皇帝 都想当龙 那想当 就要分了 你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天下 为了更多的人 那你为了自己 那儒家不可能说让你为了自己 去治国 也翻不上 自己消耗不了多少 吃不到多少 花不了多少 享受不了多少 都是有说的 你再恢复 你也是一个人 也不能让别人替你撒尿 拼一个小编秘书 再与其他者 那个治 国为什么需要治 我们说市场经济 其实 跟资本主义没什么区别 就要国家宏观调控 你到了一定程度 最高境界 当然是无为而至 群龙无首 那一经也是这样讲 无首 群龙无首 你说这是代表个手 那是象征了一个手 你最好的境界 就无为而至 群龙无首 急 能做到吉祥 各尽其分 各思其指 各取所需 各得其所 到那个时候 你不需要指 全天下 小国广民 哪里都是假 哪里都是国